我们都常常很娶喜孩子很自动 可是你会发现到有些时候孩子 你叫他去他会觉得说不要 这种情形是非常的多 尤其现在孩子跟过去的孩子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一样都是孩子 你会发现观念思维更开放了 而且他的意见特别多对吗 对所以这样是好现象还是不好 好那好但是很辛苦对吗 OK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我想今天有几个方向来跟各位来一起探索 那么各位呢 常常我在学校里面呢碰到很多的老师 那我跟他们说你会发现很奇怪 为什么同样一般学生二三十个学生 同样这样在教 那个结果不一样 有的就会读得很好 有的就会读得不好 同样父母亲生出来的孩子 有的两个孩子 老大的个性跟老二的个性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奇怪 同样都是父母生 同样都是这样子生下来的 为什么这样的环境 为什么孩子个性是不一样 其实就是因为不一样才有趣 其实我们父母亲已经辛苦这么多年 那么很重要是 当我们培育下一代的时候 我们都很希望他能够真的在我们的一起当中 成长得很健康快乐 更重要的是拥有家庭愉快的气氛 那就是他能够很自动 不用让我们呢把音量拉高分贝加大 对吗 对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那我想呢今天呢 共同来探索这个主题的时候 有两个游戏规则 第一个就是快乐的来参与这个今天的活动好吗 第二个就是如果你发现到过去的那些模式呢 你在对孩子的过程 在带领他 在请他做什么事情 他老是跟你说 不要 不要 等一下啦 稍等一下啦 你要不要再说啦 好啦 我要做啦 如果过去这种方式结果是这样的话 那不是我们要的 那需要你做一点点的调整 而这个调整可以让你的沟通更轻易 孩子听起来更快乐的 愿意去配合 而且呢你能够很轻易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亲 需要你来做一点改变 各位愿意吗 愿意 真的吗 要说三个字 我 愿意 好来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好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探索 说现在的父母亲跟过去 因为时空不一样 就沉入刚刚各位所说的时代不一样 所以孩子的观念思维都跟我们过去 整个的视野面都不一样 那我们首先要来探索的是 孩子为什么不能自动自发 当我们知道他为什么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带领他 对吗 OK 所以各位看呢 为什么孩子不愿意自动 有几个原因 因为他觉得你去叫他做这件事情 他觉得怎么样 第一个是什么 有可能是什么 不喜欢 第二个不好玩 有没有可能 有 还有可能就是 好无聊啊 这一点都没有什么好玩的 然后他有时候跟你讲说 我做这个又没有什么奖励 为什么不叫哥哥去 不叫弟弟去 还是要我去 对吗 OK 所以你会发现到 不好玩 没兴趣啦 不新鲜啦 好累啊 你一回来 你他说去 赶快去学功课 他说好累啊 休息一下 先看电视 去洗澡 不要 然后你叫他做什么 他都说 好累啊 等一下好了啦 他都会跟你讲 还有他会跟你说 这有什么好处啊 做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做这个事情呢 又没有什么成就感 所以当我们了解 如果 我们给孩子的感觉是这些的时候 他当然不愿意自动 但是孩子为什么很自动去玩电脑 因为电脑怎么样 有趣 然后呢 有成就感吗 有 新鲜吗 刺激吗 哇塞 我们都知道 这样子 但是我们就会当孩子去玩电脑 你 就是整天会的玩电脑 你就是 马上 那个火鸡母就出现在我们家里面 那么孩子 为什么会去玩电脑 因为那里面有让他感觉到 有值得去玩的动力 对吗 那我们的家事呢 叫他去做 我们常常跟孩子说 叫你去 我每次叫你叫你都是这样 我哪有每次啊 我也有几次很好啊 对吗 孩子会不会跟你回答这样 会 你就说 可是你 我们都很强调的是什么 他做不好的 很少去强调说 对你也有几次很好 有没有 我们很少 所以今天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省视 成为现代的父母亲 如何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父母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因为在学校 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是学知识性的 技术性的 甚至到大学有所谓的通识课程 可是这些课程呢 都是比较在实物的操作面上 我们很少去深入了解 事实上人性的生活过程当中 亲子的关系 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父母亲 两性如何相处 如何谈恋爱 这个都要学 对吗 对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很感谢 这个从文化中心 清凉衣主办 他们呢 真的很用心体会到 整个社会需要更多 更多层面的 互动关系 来让我们了解 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父母亲 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孩子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他所面对的这个挑战 能够更少 而且能够更快速的 快乐健康的成长 在人的一生当中 所以呢 今天我们呢 希望说从几个角度 由心理学的角度 来提供给各位 你就会更知道 除了了解你自己的模式以外 你也可以看到你的孩子 到底他的卓越领域在哪里 的这种领备 而是一种领备的 我可以看到他们的 我们下期再见